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信义无心区内 有着一个环保教育站 24个环保回收点 今天我们要带您深入这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落 有着一群环保志工 每周五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默默地经营这个行动环保站 2001年 由社区志工提供公寓的地下室来做回收点 蔡师姐都要经历 东西不过很多我就住得下来 而且多的话我就跟到自己都要找 有人把他走 直到2004年发生SARS期间 因住户担心而迁移到现在 高学美师姐所提供的点 运作到今天 已经十个年头过去了 在这个社区土生土长的高学美师姐 本着上人呼吁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理念 用心带动着社区民众及志工 一起来跟这一母福田 大师姐 你好你好 刘先生你好你好 感恩哦 感恩哦 你比较辛苦 没有啦 你比较辛苦 你每天出去找我 现在比较少 现在比较少 这鸡阿姨帮帮很多鸡 她要给我配信 我说既然怎么不交 我既然帮我做的 我才会等到你 有时候我也会集完这儿来出车 不知道说他们都早上 都乘到八点滑就开始做 都沿路这样收 做到两三点 你看用的手推车 可能要拌十几座二十座 才有一台车 我们一台汇车的量 乘到在半年前 都来看 来看的时候 才知道说 有一个我们的正秀姓师姐 乘到半年都用那个厚多摆 给他们载 这样 这样 他们要收到的就要收到的 收到的就要收到的 这样的时间 让他们缩短 在那差不多 在那一点多两点 可以继续 在那一点多两点 不要紧张就好了 因为我车子车 一包两包三包 在那里 他们就一分裂 在那里 都没停 假设用起来 他们那个盘中 都要停起来 停起来 等一再回来 因为一回他们都用五包摆 一包一包一包 就像无缘 我们在那里 四国月前 我们就开始都用车来收 这样 四月轩车在那里 十二点多 差不多十一点 四十 就继续 也用餐完毕了 让他们靠得多的时间 可以等到社区来互动 不是说要来收这个 这样而已 我来吃一锅它 可是很用心 也是用很用心 因为你给人家吃 也要煮好吃的东西 不是说我一吃锅汤去 交代就好了 每个礼拜五 我就做环保的时候 非常期待这一锅 做过之后的感觉 然后又吃掉这一锅 这个层层 我觉得这边很有家的感觉 这边还有冰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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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的生活在夜 你会有惆怅 好 你明白了 这把冰箱 你心情将 你会有惆怅 我会有惆怅 智工能放下生态 缩小自己 与街坊邻里互动 不是只为了环保回收 而是要将慈激的美善传达到社区各个角落 老板谢谢 穿过大街小巷 智工挨家挨户回收环保物资 不论是公寓 大楼 或是路边的冰箱 午餐 早餐店 美容院 诊所 公司行号 都已经习惯 智工们每周五的到访 只要是社区的一份子 都想为社区尽力 就如中东方师兄 发挥自己的良名 做了几个装回收物的布袋 养智工不方便运作 他们发挥自己的地方 一发挥自己的地方 再去铁回收 都用塑胶袋 塑胶袋很厉害 要坐很多人 要可以坐很多人 要在地球面可以更好 大家站起来就是我们大家 不是每个人做 不是真的很多人做 大家都来做 我們進去 對啊對啊 我們進去 對啊 哦 師傑 師傑 你每天都在叫 對 感恩 心想說你抓什麼好 對不對 感恩啦 要跟你感恩 謝謝 你知道你叫這個抓什麼 要做什麼 要叫人啊 對 很讚 對 對 你跟我說 對 對 志工們如此深耕社區 無論刮風或是下雨 天氣寒冷或是酷熱 都無法阻擋他們要為地球暖化 盡一份心裡的心 更落實人間菩薩招生 讓這份眾人和和的美善 明言下去 今天再見囉 感恩 再見 嗯 對